护灵园和古迪 那片山林里野生动物众多 因此很多人想溜进山林进行偷猎 不过最让这些偷猎者头痛的 就是山林的护灵园老好了 他看守这片山林又二十多年了 我们马上就到了 你看到那个小木屋了吗 老好平常就住在那里 他平时都是一个人住在那里吗 是啊 所以说他真的很不容易 一个人孤孤单单地看守山林二十多年 阿平你当记者的文笔比较好 老好的事迹你可得好好地写一写 让大家都知道的 嗯 如果真的像你说的那样 那好大叔可真是伟大 这么多年 他一个人在这里生活 不害怕 不孤单嘛 哈哈 老好有两个宝贝 这些年都是这两件宝贝 陪着他度过的 没错 我们和老好 有几十年的交情了 可他从来不愿意 将他的宝贝借给我们 是吗 他那两个宝贝是什么呢 我真的也很想要瞧瞧的 哈哈 不急的 等一下你就可以见到老好了 哪时你再亲自问问他吧 老好 阿平是记者 今天特意来采访你的 你就好好说说你的事迹吧 是啊 老好 这是要上报纸的 可以的话你就多说点你的故事 让他可以好好刊载在报纸上 让大家都清楚你的故事 哈哈哈 你俩不要乱说的 我哪有什么故事可以刊登在报纸上的呢 好大叔 你就不要客气了 听说你有两件宝贝 不如你就说说你的那两件宝贝吧 哦 这件事又是你们跟他说的吧 哈哈 老好 你随身的两件宝贝这周围谁不知啊 好大叔 你就说说那两个宝贝吧 让我怎管一下见闻嘛 好吧 我就和你说说我的这两件宝贝 第一件就是那只猎枪 阿平顺着老好手指的方向看去 只见墙上挂着一只老旧的猎枪 木质的枪托被磨损的凹脱不平 但有黑的枪管却发着悠悠的亮光 哎呀 这只猎枪看上去可是有些年纪了 没错 这只猎枪可是祖传的 别看它旧 但威力可大着呢 而且命中率也是非常准确的 平时寻山的时候 只要有它在身边 我谁也不害怕 难道山林里还有让你害怕的东西吗 当然了 山林里可是有很多野兽的 最凶猛的那就是豹子了 如果没有这只猎枪 万一遇到了豹子 那可就糟了 不但如此 老好的这只猎枪 也让那些偷猎者心有余悸 不敢禁阅不守规矩来偷猎的 没错 好几个偷猎者都见过老好猎枪的威力 从而改邪归正了 这么说来 这只猎枪真的应该算作宝贝 那第二件宝贝又是什么呢 这就是我的第二件宝贝 这是个什么呢 好像是什么动物的骨头吧 没错 这叫骨蝶 是用鹤的腿骨做出来的一种乐器 老好拿起骨蝶吹了几声 那骨蝶发出一声声美妙的曲调 让人感觉像是置身于一片水草之间 渐渐的 那曲调间又充满了哀怨 哇 真是太美妙了 真没想到这骨蝶竟然能发出如此悦耳的声音 好大叔 你的演奏也真是太棒了 我一个人在山林里没有事情的时候 便会吹响骨蝶 所以它是我的第二件宝贝 阿平你知道吗 传说用鹤骨做成的骨蝶能发出呼呼的风声 让人听后有一种要非常的感觉 用鹤骨做成骨蝶发出的声音 让人听起来会有一种翩翩起舞的冲动 就像美丽的仙鹤一样 对我来说 骨蝶发出的声音 那是动物的哭泣声音 这根骨蝶是我父亲留给我的 那时候我大约只有十岁左右 那一天它在山林里 发现了一只受了重伤的丹顶鹤 很明显 这是它们在迁徙的时候 中了猎人的子弹 大鸟 赶快吃点吧 吃饱了你就会好起来的 爸爸 它怎么什么也不吃啊 它伤得太重了 活不了多久的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啊 那些人太可恶了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动物啊 那只丹顶鹤的死对我的影响非常大 后来我父亲用它的腿骨做成了这只骨蝶 每当我想念它的时候便会吹响骨蝶 哦 原来是这样啊 这只骨蝶曾经还救过老好的性命啊 没错 我想那一定是丹顶鹤在冥冥之中保护着老好 这只骨蝶还能救命 我总觉得关键时候能救命的应该是你那只猎枪 好大叔 你就快点讲一讲这件事情吧 我好想听听的 这事说来话长了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那一天我正在山林里寻山 他们叫它这么快乐 是遇到了什么高兴的事情呢 哦 究竟有什么东西在那里啊 哈哈 是哪个小家伙在那里随着音乐舞蹈啊 哎呀 是一只小豹子 这是谁设置的捕抓兔子的圈套 没想到竟然逮住了一只小豹子 小家伙 刚才是你在跳舞吗 小家伙 你还蛮有音乐细胞的呀 好了 小家伙 让我来解救你吧 它可真像一只小猫呀 好了 小家伙 快走吧 以后小心点 下次千万不要再落进人类的陷阱了 小家伙 再见 赶快回家吧 你不会还想再来一段舞蹈吧 哈哈 看来你还蛮喜欢听我吹的曲子呀 啊 豹子 这是豹子的吼声 看来是他的妈妈找来了 这样也好 有成年豹子保护着他 他也会安全一些 好大叔 这哪是古迪救了你的命啊 分明是你救了豹子嘛 我还没说完呢 从那天起 我就再也没有见过那只小豹子 转眼间三年过去了 那是一个冬天 刚刚下了一场大雪 唉 早知道我前几天就应该下山 现在可好 迎来了一场大雪 得赶紧趁着下一场大雪降下之前下山 要是真被大雪封在这山林里 可就糟糕了 怎么搞的 这几棵树怎么偏偏倒在这里呀 看来这条路不能走了 逗往山下最近的那条路 被倒下的树木挡住了 没有办法 我只能走进山林 从另一条路绕到山下 这场大雪 让山林里的很多动物 都不能外出找东西来吃 现在雪停了 它们都出来找食物吃了 啊 怎么回事 这些鸟怎么会显得这么慌乱 不好 路的胆子原本是很胆小的 可今天它竟然毫不惧怕地 朝我这里跑了过来 可见在它身后一定有更凶猛的动物 不好 是豹子 赶紧走 否则我就开枪了 可恶 看来这只恶劫的豹子 是打算铤而走险啊 不开枪下下它是不行的 啊 糟糕 怎么偏偏这个时候卡弹了 完了 今天我死定了 那时候我后退几步 不小心脚下一滑 一下子跌坐在了地上 那豹子现状后飞快地冲了过来 我眼睛一闭 准备承受豹子的攻击 然而豹子并没有扑过来一口咬住我 我疑惑地睁开了眼睛 发现豹子在我面前一米远的距离停了下来 并好奇地看着地面上什么东西 啊 怎么回事呢 我当时愣了一下 这时候豹子用前爪将骨笛拨到了我手边 我当下察觉到了豹子并没有要攻击我的意思 于是我捡起了骨笛吹了起来 那豹子听到骨笛声竟然显得非常兴奋 竟然不由地扭动起来 原来他就是那只喜欢听我吹骨笛的小豹子 幸亏当时我的骨笛掉落了出来 否则我真是死定了 所以说这只骨笛曾经救过我的命 郝大叔 不 与其说是骨笛救了你的命 不如说是你自己的善行救了你的命 嗯 阿萍 你说的非常有道理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烈